那么参照多边形的三角抛分 我们同样会问几个问题 比如它是不是肯定会存在 那么这件事我们把它留给大家在课后完成 另一个我们很关心的类似的问题就是 三角抛分是否唯一 我们知道一般的多边形并不唯一 那么一般的点极我们说同样如此 也不唯一 我们来举这样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请看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 都是由同样的七个点所构成的一个点极 那么它们都是这样同样一个点极的三角抛分 它们的区别在哪呢 我们看到它们只有丝毫的一处的区别 也就是这一对边的区别 但是这足以造成它们是不一样的 而这对边的这个区别我们可以体现在哪呢 你可以大致认为是考虑其中这个由CDFG所构成的突四边形 对于这个突多边形来说 我们存在连接DG或者连接FC两种抛分方案 这样在局部的不同 当然也会造成整体成为两个不同的三角抛分了 请注意这只是局部的不同 那么你可以想象到 对这其中存在的任何一个突的四边形 其实都有这样两种方案 所有这些方案组合起来 那它的差异这个数量之距是肯定很大的 尽管如此 我们也和多边形的三角抛分类似 点极的三角抛分 所有的方案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固定的东西 不变的东西 比如 总共最后会抛分成多少个三角形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引入多少条对角线 这些都是定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说 如果一个点极的顶点数目是N 如果它的突包的size 我们记作H 那么任何一个所谓这种极大的对角线的集合 都是由这么多条对角线组成的 而这些对角线最后的作用 共线 也就是它们划分出来的三角形的数目 是由这个来决定的 好了 这里我们需要记住两个数 一个就是这个3 一个就是这个2 也就是说 每新增加一个点 我们大致都会新增加三条对角线 相应的增加两个三角形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验证 尽管还不是严格的证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已有的某个三角抛分中 我们增加了一个点 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 为此的话 需要引入三条新的边 三 相应的话呢 也新增加了 1 2 3 三个三角形 但不要忘了 因为此前原来的那个三角形 消失掉了 所以多了三个 少了一个 竞争是两个 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 这个证明其实还不完全 没错 有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增加的那个点 是在外面 而不是在原有的图包内部 也就是说 因为它的引入 我们的图包会发生变化 那么 即便是对这种情况 我们想也不难验证 我们来看一下 就对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为此在这个地方 需要新引入一条边 边数呢 增加了同样是三条 三角形呢 同样是两个 再细心呢 你会继续可能问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因为新的几点的引入 而死亡的几点不止一个呢 情况实际上是一样的 不难验证 每多消失掉一个几点 我们都相应的会引入 一条新的对价线 每少一个几点 多一条对价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无论是在这儿 还是在这儿 H的系数都是负一 好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同样一个点极 可能拥有很多个 不同的三角抛分的方案 那么最多可能有多少呢 这是数学下关心的问题 我们这里只引述 一些相关的结论 不做任何的证明 只是让大家体会一下 最多可能达到什么量级 我们说 大致而言 是呈指数形式的 爆炸的数量 点数越多 可能的三角抛分的方案 会急剧的增加 仅此而已 那么三角抛分的方案不同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最重要的一个不同差异 就在于 对于其中的任何的 这样的一个 突的四边形 我们都有可能会存在 两种抛分方案 实际上 你也可以反过来想象得到 每当我们做这样的一次调整 将 比如说横着的 这样一条对角线 切换成竖着的那条对角线 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 我们就可以立即得到在刚才指数那么多个三角抛分中的一个新的方案 没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我们称之为边的翻转 稍后我们就会看到 正是有了这种 flip操作 才使得我们在后面可以构造一个过程 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变换 不断的进化的一个过程 我们最终会得到一个所谓某种意义上讲的最优的三角抛分 所以记住这个操作 稍后我们还会回到它